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后拉抬无力迅速的下沙 那么整个最主要还是台积电的卖压比较大 那么但是另外一个集团就是红海集团 这个补涨拉升 以至这个盘就跌不太下去 这个是多头的轮涨现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路的拉抬 目前只有跌42点 那么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这个低点只要不跌破15601 那么15601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五日线这个地方 你看到他今天打到五日线的这个地方 15620 五日线在15605 我昨天算是15601 那么他到这边 这个五日线没有跌破 这个算是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 所以这种强势整理就是轮涨的割去 你要抬起太弱势强的动作 那么因为昨天涨了太多 因为昨天那种无意境的大涨 那么就是高档的长虹 比较容易拉回 造成买盘的捷径 因为昨天几乎降势用命全部的拉抬 那么就是但是只要守稳的15601 这个是15601 持续看涨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涨的类股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股是回档 只有汽车跟运输类股两种股票在档 也就是传产股在撑这个盘 那么运输类股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运输类股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阳民来带动 阳民的获利能力非常地好 带动长虹跟旺海 这三支是上一波的主流 因为跌深地做一个反弹 我们看到它跌深了 从32块跌到昨天的24块 跌了8块钱 差不多8块钱等于20几% 20几%的话 它但今天做一个反弹 很正常 它最主要是外资跟华人没有跑 没有跑得很干净 投信一直在卖 投信还是在卖 所以这个股票当然它的业绩是相当不好 很不错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视为缓弹而已 把它视为缓弹而已 那么基本上这种缓弹的话 它没有办法带动整个股市的上涨 那么重点在哪边 重点就是所谓的这个鸿海集团 我们来看鸿海集团的股票 几乎都是很多拉到涨停板 尤其是鸿海2317 今天也涨了快要涨停板 你看鸿海很少有这种现象 一支长虹 我昨天也跟大家讲鸿海既有补障的一个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鸿海集团包括 昨天大跌的鸿胜 昨天鸿胜跌得很凶 你看昨天指数涨 结果鸿胜是跌了4块钱 结果今天是拉到涨停板 现在目前是涨停板 这是鸿海集团里面特别强势的股票 还有包括了广乙 华汉 这些股票都是补涨股 不是除了这个天意识另外 前一波涨很多的股票 这个很敢涨 这个很敢涨 那很多股票 我们不管什么样 这鸿海集团今天是特别的强 鸿海实在今天很少有这么强的 来带动整个大盘止跌的现象 那我们再看明天看它的 仔细性怎么样来做决定 那另外贵买的这一部分 本来是很强 但是今天也呈现一个弱势的现象 昨天非常的强 把前天的盖过去 那最主要是 我们看到 假如说贵买这边 主要的有三档股票 一档是5483 叫做中美金跌 然后6488 这个在跌 那另外3105 这个在涨 对不对 这几档来决定 8299 来决定 因为这些都是高价的股票 来决定 所谓贵买的涨跌 会在这边显现 尤其6488 他这个今天跌得满凶的 我在高档有告诉各位 我5483 在180 我就做调节的动作 这一档股票我从100块 就跟大家介绍 整路挡到180块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风险已经加大了 可以先做退出的动作 那么有买本来股票是有买有卖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们所持有的领阳 这一档股票联系的拉抬3天 算是5天 昨天第5天 那今天的话 涨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要防滑人落跑 我们来看2401 要防止滑人落跑 昨天外资果然果不其然 卖了一万三千多张 那这种卖滑的话 他是把它压下去 出货没有出完再拉上来 那今天的话 就要洪高做调节的动作 你洪高就要做调节动作 因为外资在出的时候 我们宁愿先卖一趟 等到回来 看有没有破五路线 或者回到这里 跳空接口有没有补 没有补的话再讲 这个要先做调节的动作 像昨天 他昨天洗盘拉尾盘 这表示怎么样 阻力出货不顺 昨天那个K线 就是阻力出货不顺 阻力出货不顺 今天会继续再出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要先做调节的动作 像这种股票 我们买了以后马上涨停板 买了以后涨停板 买涨停板 直系的涨停板 他是因为领阳创新 5236 这一档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这是上贵 上新贵的 他准备在三月份上贵 上贵以后 价格一定是很彪悍 因为这个领阳握有百分之五十八 跟2388有一点益起同工之妙 微信也是因为他有子公司要上市 所以他非常的强 但是在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有赚的话 这个低价股的话 有赚我们还买了以后的隔天 也依然涨停板 我都没有卖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法人退出太多 所以我就把它先做调节的动作 调节等他回来要买再来买 那么利基 利基是我在350块 其实前波段我们就做过一趟 拉回再做一趟 350块再上来 那昨天登上500块 其实昨天很多股票很特色 包括台积电登上600块 台积线上600 600是一个里程碑 他也不会 他今天守五六线590 只要守住还OK 包括联花科2454的联花科 昨天也是要供900 结果差1块钱899 包括国际2327的国际 也是要供600块 都供600块 这个在守这个600块 昨天起乎是 将士用兵全部出大力量往上拉 尤其是电子股 那今天我们来看 今天电子股事实上 最强的恐怕是汽车概念股 汽车概念股都呈现一个强势的 包括了以胜 盟德 顺德 茂连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补障型的 比如说像茂连 我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就是外资乱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茂连 这个就是外资乱砍 其实它本来 机制长红以后 在这边洗盘 外资就是乱砍 然后照前几天再把它买回来 今天又涨上来 这涨又到280 前波段也是到280 280再下来 那因为整个汽车概念股 就带动把它拉上来 这个是另外一档股票 那么我们 我都会换股操作 我会换股操作 这个股票是活的 涨多的股票 我都会先做调节的动作 那利基基本上 这是我们VIP的股票 我还没有卖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夜光 日夜光是我们昨天买进的股票 2377 不是2377 3711 对不起 它有改号码 3711 这一档股票 我们仔细地看多 昨天外资投信都大买 这个有拉回 你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股票做怕追高 追高就容易杀低 你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们买都是买进 然后买进就上来了 那这就是股票的操作 我们是灵活的操作 灵活的操作 昨天拉台 那另外我们也像茂莲 我就跟你讲缓弹可起 它已经有机会了 像这种股票就是 拉回要找买点 另外经济 经济也是一样 昨天创新高再拉回 创新高就可以拉回 拉回就可以买 3042 像这种创新高 突破85块 85块 我记得前波的高点在85块 85块这边突破 突破以后 它会再拉回一次 让你来上车 昨天两大法人多大买 外资 外资买超8570一张 投信买超2000多张 它已经联系买好几天 像这种股票在高档他们敢买 可见得还有直系性 上涨的可能性 所以股票在这边 我都开始做所谓太弱流强 流强的把弱的卖掉 比如说像我刚才所讲的2401 它有转弱的现象 我就会把它卖掉 它应该有法人做四处那么多的话 我就先会先做调节的灯头 等到它拉回了以后要买再来买 我每天都有新的股票会进场 我们的直股都是控制在三档以内 卖再买卖再买卖再买 这样子一个好处不会套牢股票 当然今天很多股票的拉台 你没有像昨天有些拉的 杀的药病你敢不敢买 我就跟你讲要买黑不追红 你不能断追 断追的股票很多股票你昨天买抢高了 今天又涨不动了 那欢迎你加入我们Telegram more 5168 小老鼠 more 5168 另外LINE A 小老鼠 more 5168 欢迎大家一起来 在像今天这样开盘 大家也吓了一跳 以为这个行情结束 我跟你讲这个行情还没有结束 它只是涨多的拉回 再整理 整理完还会再创新高 因为波段的满足点似乎还没有到 因为整个景气跟资金的行情 会让创新高 多统行情会持续 那么拜登马上就要上台了 下个礼拜就要上台了 这个行情就至少会做到那边 拜登上台以后 有些股票还是会再涨 所以反而是农历年前 反而比较安全 那农历年后就反而讲 这个行情会直系的搭空 搭到这个外太空 很多股票你不要乱换空 换空你认为它不好 它照样跟你搭 因为有些固然很多股票是 说老实话有些是泡沫 但是它就是要涨 阻力在里面 你没有它的办法 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还是要步步为营 心头上加一个风险的规避 尤其是修正波 邪恶第五波是延长波 要注意修正波 一修正波的时候会很可怕 可能会把你今年 或者今年年初所赚的全部吐回去 这个风险一定要管控 所以管控这个风险的方法就是 子股不要太多就是三档 三档以内不要加到五档 你三档以内或两档三档 这样很好处理你的股票 你不要一直想我这里也买 那里也买 这样不会赚到钱 我努力找本利比合理的 EPS比较高的 本利比较低的来买的话 可长可久 行情就是这样子 我们仔细地看多 没有看空的道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ha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ha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行情总是在大家意料之外 昨天的大涨 今天反而是呈现一个下沙 所以这个盘完全是看台积电 成也台积电败也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今天跌了十块钱 今天要举行法说会 那么跌了十块钱来反应 那么这一波本来就是台积电 再来就是鸿海在控这个盘 鸿海集团今天非常的强 但是很强的股票你不要去乱追 股票不是用追的 下来买 安全又会赚钱 那有些股票你高了你当然要卖 比如说像我跟你讲四星GY 3661 你高档你就要卖 你 对不对 你到800块以上你就要注意了 就要先卖一趟 我卖我都公开的讲 买卖我都公开的讲 3552 这昨天又反弹 今天又下来 像这种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股票已经突破以后 我就会做退出的动作 为什么 虽然头信没有卖 但是它的价格达到快要300块 我前几天还用这个铜制 那时候是296块 跟这个365 跟这个所谓的茂连来比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个比起来它是比较没有道理 3665 对不对 你看那一天它是296 茂连才是263而已 那今天它又赶过它了 今天最高达到282 现在是278 对不对 那你股票一定要有本质 你没有本质的话你乱拉 不可能 像这种有本质 因为它有本质 算9.49 毛利率也够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下 我们净值94块 然后你看这个刚才3552 它是赔钱 对不对 本利比又高 那这个就是比较 你要比较你就知道说 这个价位到的时候 要投机也要有理 不能乱买 不能乱买 我不是说股票说一定说 这样就一定涨 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意思 这个股票还是要看本利比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高价电子股里面 呈现一个大涨的现象 比如说华汉 这个是补涨的 这个股票也是从 今天才在补涨 我们看到汉信也是跌深的缓弹 那个细物也是跌深的缓弹 火烧皇子以后 见到最低点73.8 这个也是补涨型的股票 艾浦这个就比较特殊了 这个比较特殊 这是外资跟投信 今天的投信在炒作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赚3块2毛1 这个净值33块 似乎 似乎 这个本益比就太高 本益比太高 但是它要涨 你没有它的办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很多股票 有些都是补涨 但是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你假如说买了这些股票 包括申华科 很多人都买了200多块 套牢在里面 都是抢高的 问我 我说这个就是卖 不用考虑 像合一一样 外资在那边大买 300多块大买 你看现在跌到192块半 谁在卖 一定是华 公司派在卖 才会这样子 所以像你假如买这个股票的话 你就是赔钱 你有什么办法 又今天指数大跌 它逆向而行 昌和也是一样 股票真的是 买错股票真的是懊恼 买对股票占翻天 买错股票恐怕就是没有明天 那资邦到300多块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假突破 你假股票 假突破跟真突破 你要知道 假突破以后 它没有继续上涨 虽然华人买很多 一样照回跌 你华人再买再多 也是照回跌给你看 环球经也遇到这个问题 华人也买很多 这是他们董事长一路的做多 但是股价就是有它的价值 价值跟价格的问题 假如它的价值太高 价值高OK 价格太高 就要注意风险的管控 很多股票 钱只何时 像辛普楼这种股票 很多股票大家都在这边抢 抢了以后现在变成这样子 这不是长线的股票 你股票一定要分成长线 跟短线来做 长线的股票它是走多头 还会仔细做多 仔细看多 你乱买股票 你一定要从本益笔记看 赚多少钱 有办法仔细地上涨的可能性吗 一定要算 多算胜 少算不胜 何况无算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知道说 这个股票在现阶段来讲 你买的话一定要 欠文欠尿 你知道吗 尾塞黑白白 像类似一样 豪宅也是一样 从180 160起 沿路的大跌 你看 都是这样子 自贸这个还OK 自贸基本上还OK 像这个是高价电子股里面 比较算 这个就要小心了 这个现行就要小心了 世界基本上还OK 创意还OK 可是以400多块的创意 它的获利能力 我真的怀疑 它只有赚1.81 它是做ASIC 一样的3661 它也是做ASIC 它赚得比较多一点点 我比较敢讲 这一档股票 我高了我也不敢再讲了 我在低讲 我高我不敢再做 跟大家做推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 人家阻力要出货 我们不能乱讲 它就是要出货 我们就要小心一点 那么景气 资金行情还会再创新高 多头行情还会直系 但是2021年你要步步为营 真的要步步为营 新头加一个限制 拉得越凶 越要小心 慢慢涨都OK 这就是邪恶第五波 延长波 要做一个风险管控 股票不再多 而要精 再涨多的修正波 你一定要避开 这个避开 我是专门管控风险的 我跟别的老师 最大的不同 我股票不会很多 我买了一次强势股 不行我一定退 我有停损的机制 我一定有停损的机制 这样才有办法在 金牛年来赚钱 不然的话 你买到股票又不懂得跑 那套在里面 你就麻烦大了 欢迎你们加入 LINE A 小老鼠墨5168 2021年步步为营 心头加一个限制 这是必要的动作 有了这样子的动作 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新春红年 新春加倍大红包 欢迎加入我们 LINE A 小老鼠墨5168 Tailgram墨5168 我会选财报三立三升 在今年是 现在是延月份 在过完年以后 还有会涨的股票 主力会进场 震荡在这边进场 还有涨一段以后 在这边震荡 还有一个陌生段 我们要做这个陌生段 要非常的谨慎 不要再买在这边 人家出货你不知道 被打下来 所以洞悉主力的势不起 这样才有办法 将投资的事业 赚得亿万的财户到老 原因就这样 像我们压估值的股票 一档接一档 获利无法党 我们2401的领阳 已经做出托的动作了 在高档先出托 我们在底部买出托 出托再马上换另外一档股票 只有买一档股票 这个就是压估值 50万 买的股票大概都是在 100块钱以下 那么税末想红包 买标股2到3档 快速达标 我不会买超过3档 不会超过3档股票 精打细赚 稳扎稳打 因为现阶段来讲 你买太多的股票 真的是风险 会加大 有些股票一套 它就是不会再回来了 高价不再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生技股 更信如此 还有这个行运类股的缓弹 都是要早卖点的 我们请加加押 加入这个大家一起行 Telgitlanmore568 小老鼠more568 欢迎大家有钱 大家一起来赚 想要赚更快的 我们压估值 另外税末抢包 欢迎大家赚钱一起来 我们祝大家今天操作顺利 明天赚大钱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